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今天是2月1號 來到2月了 2月1號禮拜四 那因為台股現在剩 7個交易日就要封關了 那當然在這段封關期間 投資朋友可能會面臨到說 這地方我到底能不能在進場買股票 或者是你現在手上的股票 適不適合在封關期間 這地方到底是要該賣 還是在這地方可以做續報 那今天我們會針對這個問題 來去跟大家去做分析 因為剩7個交易日就封關了 如果說這個時間點 報錯股票的話可能 長假過後會發現到奇怪 怎麼搞的股票不漲反而跌 那如果說你能夠掌握到對的方向 那我相信農曆年寇你可以繼續賺 但問題是你要怎麼去拿捏 到底要怎麼去做一個判斷 那這裡有一個重點就是 要從國際股市的角度裡面 來去分析農曆春節的那一段期間 台北股市它到底會怎麼去走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你會發現到指數表現不錯 目前上漲了71點 可是投資朋友 這是有陷阱在的 什麼叫做陷阱 因為台北股市今天漲這個 六七十點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到今天漲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就漲了5塊半 再來呢2317的鴻海 今天也出現了上漲 所以呢全值股光是 台積電跟鴻海的上漲 就讓大盤的指數啊 佔了差不多60點左右 那如果說你把這兩檔個股的全值啊 指數把它扣掉 你會發現台股漲不多喔 那這地方你從OTC上跪的指數 更明顯有沒有 開高走低 那今天OTC開高走低也不意外 為什麼因為今天亞洲市場 你會發現到上海也是開高走低 南韓也是開高走低 恆生指數也是開高走低 那唯獨日經指數稍微比較強一點點 那台北股市呢 為什麼今天比較強 因為台積電鴻海撐盤 兩檔股票就佔了60點 那如果說呢 一般投資朋友去做這樣的個股的話 其實你看到OTC股票 開高走低打到平盤之下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目前這個盤啊 雖然有人在撐這個指數 可是呢對個股的操作 未必是有利 所以要特別留意 好了解到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先從美股裡面來看 昨天我們就美股的角度 我跟大家說過 美國股市這裡是不是高點 現在我們還不敢確定 但問題是以美股目前的走勢來看 美國股市前一天大跌嘛 然後呢昨天呢開高走低 可是呢目前的美股呢已經開始 慢慢的已經出現了什麼 一個下跌的跳空缺口對不對 那這個跳空缺口如果沒有回補 沒有再創新高的話 美國股市未來呢 這地方的一個橫盤區間 我覺得它是確定的 它是確定的 因為漲了那麼多了嘛 總要稍微休息一下吧 可是這個休息呢 你不能讓它去做修正 那美股到底它的風險在什麼時間點 我們昨天有跟大家說 美國股市的月線位置在這地方 那如果說月線要上來的話 這段期間裡面啊 將近會有兩個禮拜 也就是說美國的月線 美股的月線會慢慢上移 會慢慢上移 兩個禮拜上來之後 如果美股再沒有創新高 兩個禮拜之後 美股反而會有什麼 破月線的風險 那以這兩個禮拜的時間來看 正好是在農曆封關的期間 所以呢要特別留意 有些個股不能隨便報股過年 因為這個牌我們跟大家說過了 台股今天讓你看到上漲 可是它又走區間嘛 它又走區間 ODG指數這兩天已經測月線了 所以呢台股我們之前在1月19號 跟大家的研判 我說先走區間 區間之後要預防 它會先破月線 那這地方如果說連美股啊 在兩個禮拜之後 都有破月線的風險的話 那你台北股市呢 這個風險會越來越大 所以操作的過程裡面 你要留意什麼樣的個股 這地方還有機會 而且你不要去追高 不要到時候呢 股票買在高點區 然後呢在這個時間年 一直在等解套 舉個例子來說 你會發現到指數沒有跌 可是呢投資朋友 你仔細來看 指數現在在這地方嘛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比方說有些個股像GIS 早就跌了一大段 2439的美率早就跌了一大段 8299的群年早就跌了一大段 那有這些股票的投資朋友 老實說啦 苦不堪言 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呢我覺得 你有機會 這個地方你要掌握 後面的一個操作 我舉個例子來說 要怎麼去操作 那各位在我們LINE的訊息裡面 盤中我們都會給各位一個 即時的一個分析跟解盤 還有他的一個操作策略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加入 我們LINE的一個家族的話 我們歡迎各位 很好記小老鼠 winner就是贏家 2010你去打股票代碼 就是我的名字 春圓鋼鐵 所以呢你要成為贏家 你就加入winner2010 那LINE訊息裡面 我怎麼跟你說 你來仔細看 我記得 股票還沒動 還在低檔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最寶貴的時候 能夠把你成本壓低 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 當初在這段期間裡面 1月23號 來我們把這圖放大 1月23號的時候呢 我就說 美國升級股大漲 可留意資金移轉效益 澡盤會員買進什麼 4174的號頂 有沒有 當初這個圖形也當然看到了 空訊也在這裡 好那可能你看不太清楚 沒有關係 當初在1月23號 號頂在170附近的時候 我就建議你去買 那時候我們在LINE裡面 也給大家一個很明確的訊息 沒有模擬兩可 那各位你會發現到 當你170買完之後呢 他每天創新高 每天一直在往上走 而且你先買低點 最近這幾天的一個走勢裡面 已經讓你看到什麼 已經將近讓你看到快賺20塊 有沒有你都不用追 買的安全買的安穩 好這是其中一檔 再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這檔個股在1月25號 我們在LINE的訊息裡面 我們叫大家去買哪一檔 6541 好那各位你仔細來看 6541的泰福 當初在81塊的時候 當初1月25號 我就叫你去買 LINE的訊息裡面 也跟你講得很清楚 也跟你講得很清楚 好那各位 這都是在盤中 這都在盤中 好那你仔細來看 當初建議你去買的原因是因為 他股價在低檔 才剛要動 結果你會發現 三天的時間 就賺了多少 從81塊來到90塊多 所以這一段的空間裡面 將近就有10塊 那你會發現 指數在走震盪很多股票跟不上 但是我們跟你講的股票 他繼續往上攻 再舉個例子來講 好各位 這檔個股 我們在前兩天的時候 我跟各位說 下週就是本週低價的標股 還沒有動 1月29號的時候 我還跟你提醒 那這檔個股是哪一檔 好那各位 你有追蹤我們LINE的訊息的 昨天我們就公佈了 1月31號禮拜三 1月26號禮拜五 1月29號禮拜一 這一檔叫做亞斯康 同樣是生技股 6497 41塊半的時候 我們第一檔先做低接 結果昨天一根長紅棒上來 今天稍微洗盤 因為我買的夠低 而且這樣的個股洗完盤之後 還要繼續往上攻 這就是目前什麼樣的股票 可以報股過年 你掌握夠低檔的股票 而且你把你成本壓低 而且這些是屬於資金的避風港 而且這一類型的個股 還有機會再創新高的股票 當然可以報 可是我要提醒各位啊 因為明天 是那個蘋果的一個 財報公布 因為蘋果的股價來看 他已經破線 已經破線 頭部已經出來了 所以你要預防說 有些個股 會不會像群聯一樣 會不會像那個什麼2439的美率一樣 會不會像6456的GIS一樣 出現高檔下跌 所以呢 比方說舉個例子來講 4966的普瑞 季限位置如果失守的話 你要小心 頭部浮現會出現起跌 那這種比較高檔形態的股票 我會說我是建議你啦 盡量就避開 不要去做報股過年 所以呢 什麼樣的股票適合報股過年 什麼樣的個股 不適合報股過年 跟他的高低位階 跟你的進場成本 那是有關係的 那如果說關於這個方面 不知道還不是非常瞭解的 很歡迎你有問題 你就打電話進來 那同樣的 不管是個股 或者是權政的方面 有任何的需要 歡迎各位加入我們LightEd的族群 Winner2010 歡迎各位跟著我們盤中一起賺 謝謝各位 我們下期之客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